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好 今天在这个地方是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 那么你瞧这个氛围正是我们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 举办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展览 叫一元中史中轴县特展 这个展览应该说把中轴县的历史和它身仪所要呈现的价值把它呈现出来 我们在这个氛围中大家走了一天了 肖哥咱们体验了好多没过去没体验过的事 对 我们上鼓楼敲了敲那个鼓 想了想 感觉了一下这个几百年前 北京市民听到那个声音 然后又到了鼓楼的下边 这些老的居民区 那些居民区里真的你会看到这个几十年老街吧 我说这就是活着的中轴县 就是中轴县里边烟火气的那部分 我们还体验了就是十二海型的那个 就是应该几百年来都在那儿有冰上运动 热火朝天特别多人在这儿冰雪运动 这是冬奥会带动的冰雪运动 整个那个就是 这不是三亿人上冰雪吗 所以我们今天就体会了活着的中轴县 人民性的 社会性的 对 你们今天都去哪儿了呀 我们下午喝了小酒 绿椅新啤酒 红迷小火炉 这感觉挺好 那个我特别嫉妒 你们那条馅儿总是能够逛吃逛吃的 跟着大师姐有饭吃 这人说是改不了了 除了吃了 冻了 你还有什么感受没有 我感受还是挺深刻的 因为其实早上去永远门嘛 等于就算回家了 因为小的时候生在那儿 长在那儿 触景生情 很感动 然后也很有感触 还觉得他自己生在了一个 这么重要的一个点 真的 正正 端端正正生在中轴县上 对 然后包括呢 我每一天上学 尤其是您在说那个永迪门 在修建的时候 正好赶上 我每天上学都会从永迪门前走过 看见他从还没有变得太成 然后变得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样子 我觉得哎呀 很了不起 这个中轴县就很了不起 这个永迪门的修复 对于中轴县的完整性意义很大 我们在叮叮车上周远提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特别好 他说为什么永迪门修复 你要还修成一个原来老的永迪门的样子 咱们的文明一直在迭代着 在变化 那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早上去的那个永迪门 就是复建 不用去非得弄成说老的那种样式 它可以用一个现代简洁的方式 用颜色去代表 用艺术去代表 永迪门当时修复的时候 是经过反复的论证 最初的方案有一个 因为要躲这个二环路 就外二环路 所以要一四十米建 当时还是不同意 就是说你要建的就是按原位置 原材料 原工艺 把原来的复原 这样人们能够知道 当年的北京的南大门 永迪门是什么样 但运姐说这个当代人的创造 就是今天也在创造 就中轴线在延长 今天中轴线南面延长到 南中轴大兴机场 北面延长到了奥林匹克公园 就是把过去七点八公里的轴线 今天延长了八十八点八公里 这是一个它成长的一个过程 中轴线真的是 又传承又创新的一条轴线 它是不断地生长的轴线 所以你说这个也是 中轴线追求的一个 有生命力的轴线的一种 这个不限的追求 所以这个城市的历史 就是不断地这么叠加 然后发展 然后形成它的 自己的这种非常丰富的面貌 这恰恰也是 北京中轴线的特点 就是我们北京有中轴线 然后我们都会为之震撼 那其实国外也有中轴线 那我们北京的中轴线 跟国外的中轴线 它的对比是什么 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 这也是 就是深移过程当中 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最开始我们讨论这问题 就是说 古埃及的神庙 不就有轴线吗 是吧 然后这个巴黎有很多轴线 相识立线实际上是一条轴线 到埃菲尔铁塔那 又是一条轴线 就它有很多很多的轴线 欧洲的这些轴线 其实很多是文艺复兴以后 作为城市历史景观 一种基于美学的 一种设计的轴线 它是一种城市美化 是吧 但是 北京的中轴线的特殊性在哪呢 其实在于中 对 就是它在北京的城市中心 它决定了整个北京城市的格局 它是一个建筑群 从中古楼堵在上上 然后穿过去 故宫又堵在上上 然后 现在的天安东广场在中心 就它是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空间构成的一个群体 就它整个的城市 是由这条中轴线来决定它的形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的载体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杰作